接下来持续关注的是世界上两场战争 我们来看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开战以来 国际不断对俄罗斯增加制裁 但是效果非常有限 美国跟欧洲国家是俄罗斯军费的间接金主 俄国在海上偷卖原油 印度是大买家 美国跟欧洲又向印度进口石油制品 这个循环是为什么美欧终究成了俄罗斯金主的最主要原因 也让总统普京的战争资金一直源源不绝 现在乌克兰遭遇了战场的重大挫败 东部的重镇叫做阿夫迪夫卡 经过几番的苦战 星期六遭到俄军插旗占领 有消息指出道路两旁都是乌军的遗体 这也被视为是西方延迟600亿美金军援造成的最严重后果 乌克兰前线遭遇重大挫败 东部城镇阿夫迪夫卡经过一番苦战 上周六被俄军插起占领 这是俄军九个月来最大的收获 也被视为是西方延迟600亿美金军援的严重后果 俄国国防部公布影片 俄军空袭阿夫迪夫卡一个苏联时期的可乐工厂 乌军在黑夜中仓皇撤退 有消息指称道路两旁都是乌军的遗体 乌克兰军人也控诉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 遭俄军冷血枪决 总统泽伦斯基周一前往哈尔科夫郊区视察 这也是下一个积极可为的城市 乌冬重镇沦陷后 泽伦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表示每延迟一天军援 俄军就会朝西方逼近一步 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效果不彰 两年多的持久战 俄罗斯不但资金无余 去年国家预算还达到3200亿美金 其中三分之一用在侵略乌克兰 而更讽刺的是带头制裁的美国和欧洲国家 竟然是间接资助俄国的战争金主 俄罗斯最大的经济收入来自出口原油 为躲避禁止输出的制裁 俄国改在海上进行交易 第三方提供的大型游船 将俄国原油运往海上 然后买方的小型游船就在海上接游 不靠港完成交易 印度是俄国原油的大买家 购买量是俄乌战争爆发前的13倍 去年金额达到了370亿美元 印度向俄国买原油不会被制裁 但俄罗斯输出得偷偷摸摸躲避茶器 据估计去年往来 俄国与印度间的游船共有588艘 其中200艘是在希腊海上完成交易 印度将原油提炼成汽油后出口国外 其中最大的买家就是美国 金额超过10亿美金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买主 印度原油制产品 去年输出美国的金额高达5000万美金 其中一半的原油来自俄罗斯 这让俄国石油公司获利丰硕 总统普清不愁没钱打仗 近日乌克兰官方又动员了50万军人上前线 对战场的死伤也秘而不宣 可见战况十分不乐观 前线士气也大受打击 情况若持续恶化 很可能成为战争转列点 到时就算西方援助到位 或许也难晚颓势 TVBS新闻总和报道